中文字幕 李宗盛 里面的两包拿出来 搞定 第一盒 吃完 用了一百块了 我是丽明 这支影片就很简单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换食这几天的这个经历 究竟是怎么样 还有就是我到底会不会推荐这个换食的方式给身边的朋友呢 如果你是从下一支影片里就有收看的话 这支影片你就会拿到答案 到底我有没有受了呢 喝太多 喝到过清了 超清了 现在才剩下63了 看一下里面讲的指数是怎么样 你看 过清 臉癌健康 然后 叫清 不足 死 明明是健健康康的 老夜喝也不健康 知道吧 首先我要声明的是 这个影片我所讲到的内容呢 真的是我个人的经历跟观点啦 就是自己的体验 在吃了这几天的换食法之后 到底那整个感受是怎么样的 所以仅供参考 因为同时间我也知道 我身边好几位朋友 因为跟他们聊起嘛 我会换食 那他们也有讲 他们也正在经历这个过程 但每个人的那个体质不一样 所以那个感受 或者是他们的经验 也有多多少少的不同 所以我的这个影片提到 真的是我个人观点 你可以参考 但不一定完完全全是一模一样的 发生在你的身上的 第一天的午餐 好首先我先讲第一个感受 这是很强烈的感受就是 从第一天到第三天可以这么讲 就很难受哦 那难受是在于 我看到食物我就会忍不住的吞口水 然后就在想 为什么我要吃这个换食呢 为什么现在不能吃这个呢 就即便是隔壁邻居住的食物 好像都突然很容易的被我发现跟闻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很大很大的那个感受来的 就是一直想要吃东西 但是不能吃东西 所以有时候可能有一点点的幻觉 觉得自己饿了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你又再拿出来了 第三盒了 三百块 三百块 没有两百块刚刚完 现在是第三盒的第一包 好不好 哎呀 瞧 剃到那个葱 嗯 这样你今天又吃四包哦 不是啊 我还不想吃 等一下 要睡觉之前吃啊 不要不要不要 不能要睡觉之前吃 它很热气 你吃先 我可能不要吃了 嗯 嗯 没有没有食欲要吃 呵呵 第二点呢 我觉得这个几天里面啊 就是时间多出来很多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不需要出门去买食物 或者不需要自己花时间煮食物 只要是时间到你要吃东西 你自然就知道你要吃什么 然后喝那一包东西 大不了也是七八分钟的事情 你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 真的 那前面几天时间多出来很多 然后好像很长 这样要等下一餐 就等很久啊 啊 所以之间就会觉得不小心 又发现自己饿了的感觉 第三点 这个是我听谢先生讲的 因为昨天我问他 到底你觉得吃了这个 啊 换血法 你有什么感受 他说 少制造了很多垃圾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以前每一天 我们几乎可能有打包东西啊 还是煮东西啊 都有出鱼嘛 所以他要每天去倒垃圾 那这几天呢 他大概是三天里面 才需要倒一次垃圾 而且那些食物都是不会臭的 就只是那个包装袋而已要丢 所以少出门倒垃圾了 除了少出门去买食物之外 还少出门倒垃圾 早安大家 这是第一次哦 看到说他的这个重量 那给大家看 体重出现标准的字眼 就今天刚刚睡醒 然后撑的时候 它是54.5kg 然后体重是在标准的边界 就是有掉到标准那边 接下来要讲第四点 这一点呢 我觉得就跟体质有很大的关系了 因为我跟我先生同时吃这个幻石嘛 我就发现说我的身体是比较感受到热气的 所以我会一直觉得喉咙还不够水 然后肚子热热这样子 但他就相反 他会觉得说一直发冷 前面前面一两天啦 不是一直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体质跟感受就在这一点上有一点差异了 所以如果你有考虑要喝的话 你可以去观察一下 到底你喝完第一天第二天 尤其是那个刚开始要去适应的时候啊 你的身体的那种反应是怎么样的 好 第五点呢 我就要说我的这个上厕所的平密度 因为像我刚刚说嘛 我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发热气 然后我就喝很多水 所以自然呢我就一直一直的去上厕所 然后小便这样子 不过我要大便的话 我要放大号的话就不行耶 他就出现在一个便秘的情况 所以我从第一天开始 就适应期到第三天正式进入幻石的第一天呢 我都没有上到厕所 这让我很辛苦 就变成原本习惯是每一天都可以去上大号的 然后在这几天里面没有办法去上大号 整个人的那种肠胃啊 就有一点点不舒服 所以后来呢我就有吃了一些 他建议的DGI水果 就是比较低糖分的水果 好比说Cherry Tomato Kiwi这样子的水果 所以我有去买了Kiwi还有Cherry Tomato来吃 我要证看到底 这个 谁果啊 Cherry Tomato跟 Kiwi Kiwi有多重 到底可以吃几粒 它都是一样50g是吗 这个Cherry Tomato 你猜 你猜 1粒 2粒 3粒 还没有到 4 5 5 哎呦 5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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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像那种 这个感觉有点小粒 这个差不多就要100g了 所以真的只能吃半粒 要珍惜 所以第六个点呢 就是它的apps 每一天我们都会去称体重 然后知道它里面的不同讯息 我就从里面的讯息去看一些 我比较不好的一些指数 比如说我的那个脂肪量比较高 还有一点就是我蛋白质是不足的 所以我看了之后我也上网做一些research 就是如果我蛋白质不足的话 我可以吃什么东西 就有提到鸡蛋 肉类 当然这几天我就没有办法去吃肉类 因为不想说去破坏掉这一个换食的阶段 不过其中有一天我就吃了一粒的水煮蛋 因为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说 如果我这一点是需要的 那我先补一补看它的指数 有没有调整一下在这几天 所以我有在吃了那一粒鸡蛋之后 隔一天我再看它指数是有提高一点点的 另外一点是我看到它Apps里面提到就是 我需要多吃那个有纤维的食物 那我就吃kiwi咯 原本那个50g的kiwi嘛 是大概半粒这样子 不过我觉得不够我吃 因为它没有帮助到我消化 所以后来我有增加 从半粒增加到一粒 然后整个身体就好像有反应了 可以去上大号了 就整个人就舒服很多 这已经是第四天的早上 所以习惯性先喝一杯温水 才来开始吃这个 老配方 一定要喝温水 发现如果我们没有喝温水的话 整包东西喝下去之后 感觉它好像没有办法消化 就变成要上厕所都有一点点辛苦 但如果喝多温水的话 就会比较好一点 有一点改善 所以已经今天要开第四盒了 之前两个人吃嘛 所以几天下来就已经吃了30包了 这样要进入第四盒 听完我刚刚讲的这几个点 你会不会想要参与这种幻食法呢 不管你想不想要参与都好 我希望你一定要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这个影片 还有这个频道 谢谢你哦 那我到底会不会推荐 身边的人参与这个幻食法的方式呢 首先我觉得 我会推荐给那些觉得自己生活很忙碌 然后常常没有办法均衡饮食的人 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的有效 因为你一小包的东西 你就可以拿到很多好的营养 然后补充你的体力之余 你还可以是精神充足的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呢 我想我会推荐给那些想要用短时间 比如讲一星期或两星期这样子 来进行这个排毒动作的朋友 因为我之前也有听过一些身边的朋友讲说 吃不同的东西来排毒嘛 有些会喝fiber啊 有些会喝其他的那些健康保健品等等 那我觉得相对之下 这个其实它是可以吃得饱的 所以有附带了好多好的营养 你用这个方式来排毒应该是蛮不错的 所以我会推荐给想要进行排毒的朋友 那至于 我不会推荐给谁呢 听好哦 我不会推荐给谁呢 你如果不想喝这个饮料 或者你想要喝这个饮料 你一定要先听 那第一种就是你经常要在外面工作 然后你的身 你的这个工作是需要很多身体的力量的 消耗很多体力的人 我就觉得说这个你一定要再考虑清楚 因为你吃这样子一包一包一包 它不会到饱的 它只是一种半分饱或六分饱左右的感觉 而且你吃完可能一小时到两小时之间 这一包东西就会被完全消化完 那如果你在外一直工作 你要马上补充的话 它可能会让你造成一些麻烦啊 因为你外面不一定有热水可以泡 而且每次喝之前你要先喝温水 喝完温水再喝这杯 喝完这杯之后你又要喝温水 这个过程是你需要注意到的 不过你可以以另外一种形式啊 就是不要用换食法 你用待餐法 意思就是你用某些时间的那个用餐来取代 比如讲早餐 以前可能我们早餐喝咖啡啊 去喝奶茶啊等等 那现在我们不要我们就换成这种有营养的食物 早餐先把它的这个营养补足 那午餐晚餐你在外面的话 你就直接吃普通的食物 或者是你早餐午餐你就吃这个 然后晚餐呢你就吃其他食物 总之你用取代或替代的方式 可能会更为有效过你用换食法 要不然会有很痛苦的感觉 这是我觉得的啦 所以我不会推荐给那些工作需要很大体力的朋友 好这个这个呢是我做了整理出来 我这几天的体重还有脂肪的那个数据哦 就是他有的那些资料就在apps里面显示 不过我觉得这样子放出来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我可以看到day1 直到刚刚的今天为止是day12 第12天 那可能有些朋友你算一算 你会觉得好像不是换食七天的 对主要原因是我们这一个方式 他第一跟第二天是让你适应的 所以第三天开始呢 才算是正式进入这个换食法的第一天 所以如果这是day3是第一天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 就是到10号那天呢 会是我们的整个换食法的完成 然后后面这两天呢才是我们复食的阶段 不过我跟大家讲是我在这一天 就是第六天这一天呢 我吃完food day之后 第七天我就没有吃food day了 原因是我那天刚好是近期来的第一天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需要的食物多一点点 所以我没有办法只是单靠喝这个 那我就有吃了一些其他的饮料 是那个organic dough拿来的 接近的食物啦 但是我没有办法单纯只是喝那一个喝那么多包 蛮热气的 所以我就有换了这个organic doughnut 然后过后我就从这一天算是复食哦 然后跟昨天也是复食 然后今天是第十二天 我要再重申哦 我绝对没有再代言或者卖这个产品 所以如果你看完这个影片之后 如果你有考虑或者你有兴趣参与这样子的换食法的话 欢迎你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 让我知道我也可以给你一些鼓励 然后让你知道说要怎么撑得过去这几天 就好像这段时间我的那一位好朋友哦 给我很多的那些在旁的鼓励指导 然后让我顺利的度过了这几天 谢谢你哦 Jenny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